今天這位病友他可能未婚 那他要結婚嗎 要跟交往的對象說他曾經離來過的事情嗎 甚至到下一步他結婚了那他要不要生育 我一確診之後醫生就有問說 你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那我就說有 他就說那你就趕快去做動卵或動胚胎這些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動了胚胎 因為其實化療會傷卵巢 我就跟我先生說 如果怎麼樣的話就先救小孩 化療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殖細胞 你現在要先考慮的是說你要不要動金 當然這個前提是在我們家庭經濟允許的狀況下 不然動金其實也是一筆花費 我後來聽到說動卵這個費用是蠻大的 而且政府也沒有補助 好像前後加起來十幾萬不包含保存費 那個是後面再往上夾的 聽到那個數字我就打退糖果吧 一確診的時候那個當下你會覺得自己是非常孤單的 更年輕還在就學的病友 他其實因為治療的關係就離開了學校 那再度回到校園的時候 熟識的朋友可能也都遇不到了 那這對病友來說其實都是一些 蠻需要面對到的衝擊 老實說生病之後的朋友圈縮小很多 不管你到哪裡 你到醫院好了 二十歲的病友放眼望去就只有你一兩個 其實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相同年紀 或者是互相並肩作戰的夥伴嗎 或者是有相同的年齡層 那時候我每天都在哭 後來我又再做了半年的治療 我覺得很孤獨很孤單 有一次其實我試著想要跟我的朋友 宣洩我的情緒這樣子 但是好像朋友也不知道你經歷了什麼 也沒有辦法分擔你什麼東西 你的感覺你就一個人自己吞著 就沒有辦法去釋放 反而你心中的那股情緒 變得比以往更來的強烈 年輕人他可能剛出社會不久 還沒有建立好足夠的保險的觀念 因為生過病的人就不能再買醫療險 所以我們遇到很多病友在治療項目的選擇 要用到一些比如說自費藥物的時候 就會遇到比較多的困難 滿慶幸說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保到防癌險 得到這個疾病的時候就有申請理賠 對錢的部分比較不用支出太多 我每一種的健保藥都打過了 每一種藥都產生抗藥性 就只剩自費的藥 自費的藥就很貴 我那時候打一次就要二十幾萬 年輕的時候朋友就會說 欸你要保那個防癌險 我就說我還年輕我幹嘛保那個防癌險 就是都會覺得說癌症離我很遙遠 癌症應該是那種年紀大的啊 忍耐會得到 從來沒想過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全部都是要花自己的錢啊 不要把那時候大概要花一百萬 化療的話也是自費 大概花十二萬 年輕的離癌其實受到的第一個衝擊 我想會是在經濟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在上班 然後他在事業上正式衝刺的時候 年輕病有很多從職場上面退下來 專性治療的時候 他都還是輕壯年嘛 治療完回歸職場其實遇到蠻多困難的 或是常常需要回診的關係 需要請假 那有時候公司就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就讓他離開這個職位 工作的問題 我是覺得我比較幸運一點 剛好跟朋友一起工作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這一塊 在學生時期我做了兩份的工作 一週四天然後一天四小時 不寒苦休 我那時候想說身體比較好了 搞不好可以挑戰更高難度的工作 後來發現就是我體力沒有辦法負荷 目前還是算待業種 現在是一天六小時是我的極限 我最後可以說 不如有感動的工作 那時候實在是十分之多 如果ions獨家重生在兩間 都是屁股地的体公園 來發現真的還要去上去 有很多草項 那時候實在是十分之一 他就在十分之一 我實現沒有護膜不足 還要去到最上市代 都未見 有個王 我們近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